单可抹野 而不可夺斥 时可破野 而不可夺奸 回避 躲闪 斩斩同挪 历经千万 他的选择是迎着刀锋而上 曾经放浪不击 夸年少 如今 宠如不惊 叛巴黎 非传唐的英雄故事将如何结尾 终于在线 第一期 终章 奥运延期的一年 从成都双流到海南领水 续其始终跟着队伍在进行封闭集训 国际赛事的停摆 让他对对手的状态一无所知 他所能做的 只是在每天的训练中全力以赴 当接受采访时被问到 最想对奥运会后的自己说些什么 他这样回答 如果成绩不是很理想的话 我还是会对自己说 感谢每一次遇到困难没有放弃的我 东京奥运会小组赛首轮 2比0轻松战胜罢他的阿贝拉 而他的第二个对手奥布提宣布退赛 并不雪人才进入了淘汰赛 这下就碰到了来自印尼的强大坦 面对印尼双子金 时日齐此前在战地上占据绝对的优势 在开局还较稳妥的 能四点控制 并且将回球大多处理在中路 减少跑动 同时对于往前 他出手相当自信 不拒回挫 他往前站住了绝对的主动 而乔纳坦失去往前的主动 得分方式就显得很单一 只有等失去期过度 或者挑球不到位的时候 得一拍下压 得分手段被限制 失误率又去高不下 他第一局只拿了11分 经过菊蝎 在第二局开始时 乔纳坦明显加强了对往前的控制 屡次地在往前加之量 以此来获取更多的进攻机会 但十一期在往前同样咬得很死 乔纳坦不仅没能拿回往前的主动 更是在往前的持续博弈中 一直处于下风 21比9 十一期轻松进入八强 冬军奥运会淘汰赛阶段的签表中 施宇奇作为11号种子 被分在上半区 成龙作为6号种子 做成下半区 在战胜乔纳坦之后 施宇奇如果想要在上半区突围 就必须先过丹麦人这一关 这场比赛的第一观感就是 对于施宇奇的四点控制 即使是大对角 安太隆的跟随也很轻松 而施宇奇这边一旦出球自然欠佳 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派速度快 落零尖的杀球 并且 安太隆的过渡球很强硬 加上一步 就到左右两边线的防守面积 施宇奇不得不靠边线的一派 在搏杀或者杀追身 使图自开防守 这样一来 失误率就居高不下 在这场比赛的快拉快掉中 它的质量始终对安太隆形成不了控制 一旦形成多拍 不是主动失误 就是质量不够被抓 有控制 有强攻 无法否认的是 对手的状态确实更难出色 东京奥运周期 有档起回城的胜利 亦有跌宕起伏的乱局 这样最终平淡的结局中 也敬满了心酸意义 从东京回国 疫情尚未消散 国际队员被统一隔离 而8月份回国 9月份就是全聚会和苏黎曳 无法参加统一集训的十语期 也在9年房间里也在积极备战着 他同年早些时候的全运会预赛前 为了在江苏的团体赛中不脱后腿 他更是升平第一次同意打封闭上场 而在这些全运会的单向赛中 苏黎替在四分之一决赛 击败赵俊鹏 与刚刚在东京奥运会 来的银牌的成龙 回市半决赛 成龙此时的球入 都以控制为主 下压大多数 我对苏黎替震着去的长沙 给苏黎替较长了反应时间 而苏黎替这边 往前后场质量都要得很高 下压也更加积极 变化得更丰富 这下就打出了两局大比分 而另一边 陆光组三局苦战李时锋 决赛是江苏队一二单之争 在17年的全运会决赛上 全棋仍在续写 他没能站上最高力量台 而这一次 面对同盟失地 他如愿将这块全国 分量最重的金牌 挂在了胸前 在这次全运会 夺冠后的采访中 谈笑中 那说出的 却是最坚毅的话语 我走不出伤病了 但我要掀起 中国难担的重担 全运会结束一周后 推迟举办的苏杯和汤杯 就接踵而至 疫情之后的世界语坛 又使新一轮洗牌 于事实际而言 速敌未退 新锐又致 小组赛 面对康拉伍特 他体会到了 就是泰国新锐 出色的相持能力 与稳健的防守 今天质疑又使神锐成上 南南这一分拿不到 面对多多逼人的日韩两队 中国队并没有显著的优势 可当这次退伍在关键的时刻 真的需要他拿下这一分时 投之王帝而后存 陷入死地安后生 他所展现出的是空前的求生欲望 半球赛面对韩国队 在与许光熙的交手中 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 他突破体力的瓶颈 在随后的两局中大逼分带走对手 为队伍买下提气的一分 最终中国队3比0 让韩国队脆败 竞致决赛 冤家陆战 终日大战 南单一分 将直接决定比赛的走向 南双 何吉亭 周浩东 三局固展广木桌浪 小的鱼 先取一分 但之所以 出南单一分至关重要 就是因为山谷健此时的状态相当火热 陈宇飞在与他的交出战绩中 并不占有 最终丢掉了这一分 一比一平 如果南单再度失手 中国队就必须保证 接下来的女双 混双 全取两分 才可获胜 比起把压力留给队友 他选择把压力上堂 全力加速的步伐 竭尽全力的下压 从比赛场面上 你一定难以想象 场上的两人 跋涉这几片赛场的一路 就经历了什么 观看这场比赛录像时 我甚至查看了一下 播放棋是不是开了1.2倍速 阵手批杀对角 突击直线 投顶突击对角 进攻的机会 今天在往前的控制 高时量的地点回放 加上往前的快钩快防 都在极力的调动着陶田 让他背会起高 同时面对高挑 杀 吊 平高 极高的一致性 让陶田多次丢到中心 虽然第二局 他为了体力分配 战略性放掉 在第三局 我们仿佛又看到了 那个无所不能的 鼠肥战胜 他的这一分最终 也帮助中国队的队史 一十二次 攻击苏迪曼梅 时隔很久 当时间把那场比赛的情绪冲淡 他才明白 这场比赛的意义 21年下半年 堆积的赛事 让各国球员 背靠背作战 备赛 休息的时间都急剧缩短 离开芬兰一周后 国宇又攒转到了 丹麦奥胡斯 参加汤油杯 小组赛阶段 在与印度队的较量中 他作为一单 面对斯里坎特 两局金曲 淘汰赛 面对泰国的王高伦 同样快速杀死比赛 当半决赛 与日本队再次冤家入战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 他像苏边的决赛那样 打出一场精彩的对决 可故事的走向 就滑入了荒腔走板之中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开局 世袭打得较为积极 即使失误不断 也没让陶田 在比分上奖着优势 但陶田选择的打法 是很磨人的 防气一拍斜线 就进行四点控制 来让世袁最大范围跑动 很多回合相识到最后 你都能看到 是一起的步伐 因体力的距离来消耗 而显得很沉重 体力的劣势 又脚上的伤势 都让他很难保持全速状态 拼下三局 即使状态好入苏杯决赛 他也是在拼下第一局后 在第二局下板时 选择战术性放弃 而第三局进行体力分配 而让这场比赛的第一局 打至二十平 最终丢掉 他的战术安排 被一下子打乱 胜利的希望 也一下子渺茫起来 不只是脚踝 浑震的疼痛 特地提醒他 他无法 他坚持对上比赛 在局线 他向教练表达了 退赛的想法 可教练坚持让他玩赛 战术的打乱 伤痛的袭来 比起思考 此时 他心中更多的是 郁杰的情绪 退赛本身 掀起舆论的风暴 赛后的不恰当言论 更是将他拽入 谩骂的深渊之中 最终 他因为自己 不够理智的言行 遭到了队内 竞赛一年的处罚规定 被退回江苏省省队 远离国际赛场了十个月 他回到了南京体育学院 这次的回归 没有欢迎仪式 也没有喧嚣 他再也找不到青年时期的朋友 在他周围的 都是林伍后的新人 从接连征战的状态中 短暂抽离出来 比起 上一次是因为伤病 为恢复而心急如焚 这一次 他有足够的时间 又重新审视自己 所以到22年的5月 时期与孙俊教练 才一同前往 晋江与毛球训练基地 才能集训 这也意味着 重返国际赛场 指日可待 在十日期归队的同时 孙俊教练 也被唯一 男男组主管教练一职 师徒俩 将对国家队 背靠背 开启新的真诚 21年的西班牙试领赛 中国队草草出兵 在正同期 并不能取得 什么亮眼的成绩 而对于十日期而言 用伤病和竞赛 他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 错过了 近四届试领赛中的两届 再次站上十年赛的赛场 他首轮 倾取阿塞拜疆选手 在下一轮 面对戈姆克 只两局 轻松果冠 这下就遇到了京廷 截止 2023年的今天 许日期与京廷交战九次 京廷 仅仅拿下过一场胜利 不过 非常不巧的是 那一场 正是这点十年赛的 八分之一决赛 京廷 开局的出球 就很强硬 过顶球 弧度高 速度快 而许日期后场球的处理 现在有点吃力 加之京廷通过往前的快拨快钩 以停顿拿到了往口主动 上半局 许日期的进攻机会 明显少于对手 下半局 这样的情况 也没有明显的改善 到了第二局 两人都在加厉回顶 通过速度与弧度 还逼出对手过渡 即使冒着出界的风险 许日期 也有极力 向京廷控死在难手后场 没有舒服的拿点 京廷的进攻威胁 就小了很多 为了更好抓推 许日期现在会有意识地 提前回动 而京廷和往前的停顿 就一下子打乱了他的节奏 两人的分数要得很紧 一方面京廷为了摆脱反手手上的控制 极力在紧少反手过渡 另一边 许日期也在加快赶前的比较速度 可及三局在一度领先三分的情况下 最后阶段的低级失误 被葬送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这样的成绩显然还不够有说服力 竞赛归来 他必须尽快证明一切的等待都值得 一个月 两座公爱赛抢杯 是他给出的答案 打破个人冠军方的同时 一扫 到奥义联苏卑夺冠以来 过于男男的一片阴霾 在丹麦赛中 他一路立刻杨灿 周天成 奈良刚 与李子佳却冠军展开争夺 比起进攻得分 开局两人的得分大多来自于对手的失误 不过很快 比赛场面就像预想的一样 进入了对攻大战 李子佳的杀球快 重 但变化不只是预期 金融端拿不到优势 李子佳是闲的 为了缺少进攻准断 那第二局一上来 李子佳就明显 增强了出球的侵略性 加厉平球打 后让下压也跟他积极 在如此密集的高空轰炸之下 黄珠一拍 两拍 可他还有离谱的第三拍 他就像他在第一个部分的比赛 他在第一个部分的比赛 对 来吧 来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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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三个字还秒出第三局 其实没事 杀疯了 竞赛一年 他的后场进攻 一年前更加疼狂 即使面对李子佳 这样一进攻 健常的球员 他还能用对手的方式 击败对手 十个月的成绩 一千三百一十六天的冠军王 他丢下球拍 双手深吸 扔住多矿的泪水 随后 一路跑去 和孙俊和乔冰指导拥抱 随后海陆法国的两站 状态回落 士奇真的回来了吗 没有回应 又一站的冠军 让那些质疑 不攻自破 而再是这站的冠军 时间也来到2023年 他竞赛归来之初 他的世界排名 调至44米 在国际雨连 调整了积分的计算方法后 士奇此前的积分将被替换掉 如果没有2022年末的出色发挥 他在23年的高级别赛事中 都得从资格赛打起 23年初的几场比赛中 他在四战赛事中的两战 集成四场 而3月初的德国公开赛 将军赶路 不打野兔 操刀结束后 随后的拳音 才是重头戏 虽然此时 他的世界排名不够中子选手 但签表却还算友好 首轮面对青年时期的老对手 长城甘叹 在比赛场面上 两人的实力差距无不了然 斯伦再次遇到昆拉伍特 这一次 他用吸引的进攻 撕开了 就为泰国轻轻的防守 内战面对温红阳 半决赛面对黎子佳 他都早早终结了比赛的悬念 而与此同时 一号种子 也是本届全英 夺冠的最大热门 安赛龙 在1%决赛 和黄志勇 抱了狙击 谁也没能想到 一如五年之前 中国队在决赛前 提前锁定了金牌 2000年出生的李世锋 恰好比施玉琦 小上高于周期 18年 当施玉琦 在博明汉 捧起全英奖杯 李世锋 在阿根廷的 布宜诺斯 爱丽丝 接过了金奥会金牌 五年前的小石头 现在也成了对领的老队员 拳音之间 新一轮的新老对话 结果又讲如何 李世锋 开局有些慢热 面对施玉琦 大范围的球路调动 流畅的进攻 表现的较为被动 像橘线过后 李世锋逐渐地找回了自己的节奏 不断追分 但在两人的对局中 也不能看出 无论是技术的细腻程度 或是球路组织上的经验 属于其多要更胜于球 却反映在多拍相似的控制 与反控制之中 但李世锋拼向防守反击的打法 在后半场的优势 还显现出来 他面对披杀 抬着脚 破坏连贯 得分同时 更具自身的体力消耗 并且他就占拳因 李世锋的一板突击 也比以往更加具有威胁 第一局 两人纠缠着26比2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世锋 通知 同时我们再次习惯 他成为团体赛的中间力量 5月苏迪曼杯在苏州打下 从小组赛打至决赛 五战五胜 这是苏北战胜的含金亮 焦点战在半决赛提前上演 在混双先丢一局的情况下 压力一下子又来到南丹 救世对手人在魔力中挣扎 如今他要面对的 是01年出生的南辆钢攻打 南辆钢的跑动很积极 以此爬到更大的接杀范围 在比赛开局阶段 就有数次世纪杀大对角 而奈皆杀同对角 或者放近网来让他失位 无法连贯 虽然从力量与速度来说 世纪的下跃威胁 远超奈南辆钢 但每次奈几乎都是等世纪 露出绝对的破绽 而通过快速连贯转 所以在成功率上 世纪并然能占到优势 同时奈在第一局 往前多次高质量对角变化 与搓放 世纪并没有能找到 合适的破解之道 到了第二局 奈良对往前依旧很执着 一度打出了空往前攻的节奏 但这样的打法 听我来说显然有些吃力 比赛场面又逐渐恢复相持 而世纪逐渐在往前找回了控制权 同时 用丰富的进攻手段 来影响那野的防守判断 来到决胜局 两人都在暗暗提速 往前通过加之两个咬死 等待破绽 扑抹 或是逼出祈求 闯下机会 奈良刚的初次挣扎能力 让这场比赛的悬念 保持到了退后一刻 一场摆穿到冬之 被狂男一祭倒 他又一次在队伍危难之际 挺身而出 没有这艰难拼下的一分 也就是男友托欧的惊天逆转 跟男友苏碑 三界残联 十界九冠的尾业 在决赛的夺冠时刻 他一如前两节苏碑 又夹一番 拥抱相亲 回来了 一切都回来了 然而 在苏碑结束后的 新加坡公外赛上 奈良刚实现了 对史玉琦的复仇之战 在此后 连续了几次交手中 史玉琦连败奈良刚刚 在二三年的世锦赛 也是再度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落败 日本新一丹 似乎再度成为他的心魔 奈良刚牛皮糖一样的打法 似乎总能让史玉琦 在一次次进攻中 耗尽体力 最终死机反扑 他们的动力 会影响了这个游戏 我们会很快 理论如此 可就在 世锦赛之后的中国公关赛 史玉琦 又打破了所谓心魔 奈良刚的出球 以斜线和对角为主 给史玉琦的跑动压力很大 突然的推跳两底线 也不时能逼出后仰背动 从而让史玉琦丢掉下一球的连贯 虽然出一排进攻 如果被内篮中防起 下一排的风险就抖然增加 但是想要从体力牵领中摆脱 还是得靠强攻 作为旁观者 我们说起来简单 但具体在他对局中实现 举其在王口和后场 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既不能盲目一派强攻 进入防坏陷阱 又不能在一派派 高调软压中 被对手耗光的体能 这场持久战 会艰苦绝绝 奈良刚确实是一个极度难强的对手 这场比赛耗时近一个半小时 直到最后一个打网出界 他才如释重负地 流出笑容 亚运团体赛时的一段低潮 单向赛时的高光表现 有多少赞誉 就有多少诋毁 可每当你通过键盘 论语相向 不要忘记 曾在苏碑冶赛上 脚下顺风 在菊蝎 踏在场边 打扣传气 他曾就对我于水火 熬战三局 凭致脸色煞白 世界以痛维稳 重新开始的演气 是他们回敬的一曲赞歌 纳德尔在自传 拉法中 对自己平凡的伤病 这样评价 平凡的伤病 让我意识到 运动员的生涯 是那么短暂 而得随时 可能因果冲断 我不能浪费时间 从此刻开始 我会用双手 牢牢把握住 每一个降临在我身上的机会 当他在男同时而体效 坚定地选择了羽毛球 这个坚强而脆弱的男孩 踏上了史诗般的远征 靠天才少年的梦幻开局 却又在命运的捉弄中 几度坠入深渊 前辈的光芒太过耀眼 他一度苦用自身的光芒 去对抗那些投射 给他的阴影 下一站是巴黎 或者更远 最传统的英雄故事 还远远没有划上据点 但他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